黃鵬正偉已經到達現場 讓我們掌聲歡迎黃鵬正偉 大家好 上次來這邊的時候好像說這麼遠可以透過照片 所以我們就來一下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透過slide來互動 那如果還沒有提問的話 歡迎掃這個QR Code 然後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我們要拉票才有可能輔到上面 然後從現在開始到四點半 大概有五十分鐘的時間 那大概就是全部會用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如果就是怎麼樣都拉不到票 可能因為就是做的比較鬆散 來拉票的話也可以舉手 那舉手的話 我們有應該有數位麥克風 也不止一個麥克風 所以就會有人拿麥克風給您 我們就可以直接對話這樣子 那如果隨時就是想要追問等等 都很歡迎舉手 那當然我也了解到就是匿名的情況下 很多問題比較容易問出來 所以到最後大概都還是會以slide為主 那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欸 常位高手在民間 那公務院的資安人員的技術 普通不足 普遍不足 普通的這樣 基於此 如此如何看數位身份證 那我想數位身份證跟數位的身份證件 不太一樣 我們是已經有EID 就是已經有數位的身份證件 就是健保卡 那我們在健保卡的設計上面 是設計成一方面 它的寫入只能是做醫療的用途 只有醫生或是要使能的可以寫入 它的讀取也只能做公務的用途 或者是預先要跟健保署註冊的白名單 那它不可以去做任何別的利用 那這是法律上面的保證 那在技術上面的保證 就是每次用健保卡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人可以對讀 就是不管是那個機關的儀式評證 要是評證等等 或者是那個儀式或要是本人的這個評證 所以如果最後發生任何事情 那就可以去追溯到 到底當時是哪一個人 給了就是不正確的這樣的資料 那所以不但有技術上面的保證 就是有它的保證 那在法律上面也不會去做 無理外利用的情況下 那這個就跟所謂高手在民間 其實關係就不是很大 因為不管民間有多少高手 或者公務員有多少高手 它就是好像一個已經 預先已經劃好的一個車道一樣 所以在上面不管是無人車就是開多快 反正大家都了解到這個車道上面 就只能是無人車 它不會冒出一個爛馬線來 那在這個情況下當然 這樣子的數位的身份證件 可以說是在我們防疫的這兩年 健保卡可以變成說 大家最新任而且最常利用的 電子的身份證件 那當然我們的 就是值能身份證 則是一個不同的情況 因為值能身份證 並沒有一個專門的法律去說 它除了證明自己的戶籍之外 哪些是可以利用 哪些是不可以利用的 所以我就很常碰到一個 健保卡幾乎不會碰到的情況 就是陰陰症反面 很少人在健保卡陰陰反面 因為反面根本就沒有東西 它是一個純粹數位的平陣 但是值本的情況之前 會連反面都陰陰掉 反面就有別人的個字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然後不但有陰陰 而且還有傳者 不但有傳者 還有用自己高解析錄的 就是手機去拍攝的真正反面 現在其實以目前的圍造技術 如果你有用最近幾年的手機 拍的身份證的正反面 那要做出一個非常強的身份證 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所以後來就有想到說 那我們是不是用數位的技術 去讓值本身份證的防衛加強 所以一開始只是這樣子的想法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本來換發一張幾十塊 那你要加那麼多防衛 那當然就要到幾百塊 可能七八百塊 那覺得說七八百塊 只做防衛好像是 有點可惜很浪費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 多加一些東西進去 後比上說 在平陣的潛藏功能等等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這兩個其實是不同的目的 一開始是為了防衛 後面是為了 擴增電子潛藏的普及率 那當你把後面這個加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跟前面的使用習慣 產生衝突 後比像說 本來是知本身分證的時候 很多人有去停車場 他可能是患症的時候 就會把自己的知本身分證 放在停車場 去旅館的時候 也會稍微 就是放人家 手上一陣子 這樣子 所以就是把證件壓在那邊 但是如果現在是 有數位牽障功能的 壓在上面的話 那就忽然間變成 在自然上 一個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人家可能會貼個什麼 側鹿鐵片什麼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像你的信用卡 大概不會壓正前 壓在停車場 收藏一整天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信用卡 放在停車場 裡面收藏一整天 信用卡差不多就可以報廢了 可以重新發一張 或者是說 也不會用高解析度的相機 去拍信用卡背面 然後只是為了要領延強費 這個大家也大概知道不會做 因為大家知道 看到信用卡背面那三號 那差不多那張信用卡也就廢掉了 就可以再發一張了 但是 因為之前身份證在遲鈍的時候 已經累積了這麼多使用習慣 所以當它要加上數位牽障功能 或加上一些別的功能的時候 忽然之間就會出現 我們叫做Morn Clash 就是我們這邊的常規 跟有牽障功能的 晶片卡的常規 發生衝突 那所以之前在 就是收藏一整天這樣發行的時候 我們就是 特別強調反覆這一塊 然後說如果你覺得 就是你不習慣 用就是新的 有牽障功能的話 那你就不要附加責任品證 甚至完全把晶片功能停用掉 等等 那所以到最後這樣子 它是比較能夠接受 但是對於 就是我們在設計服務的人來講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不管它有沒有啟用前章功能 有沒有啟用晶片功能 我們的公共服務都必須要 以所謂數位包容的 就是Digital Inclusiveness Digital Inclusion的這個概念 去讓它能夠持續使用 那就是就跟本來的那個想像 大家都 責任品證 每個人手上都有一仗 14歲不到的人也有一仗 對 這樣子的想像是非常的不同 那我會覺得說 我們因為在疫情期間這兩年 用了那麼多的健保卡 讓大家了解到說 有法律在目的上面的限制 以及有技術在對讀 就是留下使用軌跡上面的限制 那確實這是比較高的期待 跟我們2015、2016年辦那個 就是電子身分證 室外身分證的工作坊的時候 大家的期待非常穿高 那所以現在我們行政院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就是 管理法院能夠三度去 類似像護照條例 或者是類似像健保卡一樣 有那麼明確的法律規範 而且是在大家可以選擇 不啟用晶片 或者啟用晶片 在不啟用晶片 在這個情況下 還是都能夠存取到 全部的社會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 才是在推行上面 比較包容性的一種推行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 跟高手在民間的關係 不是很大 最主要是 我們本來的 直奔的使用情境 在migrate 就是在轉換的時候 我們多體貼到 本來的使用情境 包括提供服務的人 更很習慣去換成 營營等等的人 的這樣子的使用情境來講 所以民間可能他可以幫忙 讓我們去找出 可能我們邏輯上的問題 或者做一些滲透測試 找自然漏洞等等 所以一開始 還是我們的 數位轉型的方向 不是把一些人排除掉 而是要讓 越多人進來越好 就是inclusion這種概念 我覺得還是要放在前面 有另一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等一下 可不可以跟我合照 那就是屬於權益事項 改變異常 我有想可以啊 那我們本來是說到四點半 所以是不是我們就稍微提早 可能四點十五 接近十幾分二十分的時候 就先結束 然後要合照 然後簽名或怎麼樣 等朋友就有充足的時間 可以合照簽名結束 按讚、小鈴鐺、點閱 什麼之類 OK 那有三個朋友要問說 千萬元先是非公務身份 那近期當然也無名了 加入公務體系協助國家對戰事務 有什麼樣的心境轉變 很高興能夠來高雄非常驚豔 我覺得心境最大的轉變就是 我以前加入政府以前 會覺得作為高手在民間 覺得創新的能量很多都是在民間 但是我加入公務體系之後 就發現說 其實公務員是比我想像的創新很多 事實上 我的辦公室裡邊 有一半是長永文官 另外一半是民間接來的朋友 但是長永文官的這一側 其實在創新上面 絲毫不遜於民間接來的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有創造力的朋友 那這個是我在外面沒有辦法知道的 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公務員服務法的關係 就是說你跟你職務有關的事情 就是甚至是你用自己的思念設斷 在下半時間都不能夠對外講你的創新的點子 那最後只能用一個匿名 然後說我夢到了什麼 對這個情況 對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大部分的創新 就是當它沒有變成政策 它還在所謂的擬稿階段 的時候外面完全看不到 但是那並不是說大家不創新 可能加安、一安、平安、頂安全部都很創新 對不對 但最後就冒出一個誤案 然後就加一平安都不見了 所以我的貢獻 其實這幾年來 主要都是讓公務的朋友 能夠在擬稿階段 就能夠跟民間去對話 而且幫忙吸收掉重建的風險 像我前兩天才在總統北黑客森 那總統北黑客森 這次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團隊 那在總統北黑客森裡面 我們就常常會看到一些 號稱民間社團 號稱民間協會 提出來的 但是對公務很有幫助的一些點子 那但是呢 就是我們一看那個 雖然它不是用標凱提的 那個行為就很像標凱提 感覺就是某位科長 選去寫 就跟它抽屜裡面那個 假安心放很久 但是就一直沒有拿到足夠的 不管是政治的支持 或是經費 或是怎麼樣 所以他就去叫給他民間的朋友 來總統北黑客森提 然後他跟他的長官說 他可以請空架 或是請空架去響民間的朋友 去參加民間的互動這樣 但是等到他真的變成 總統北黑客森的前五名 然後小英真的搬家給他的時候 那他就會冒出來說 其實當初就是我的主意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管是透過臉書的平台 透過參與的平台 透過我們的總統北黑客森等等 當然都是讓公務人員的創意 可以 甚至Slido也是啊 就是如果你很有創意 但你可以以小羊乖乖的身份 來提出這個創意 而不是幫這個 就是幫這個 毛瓜林檔老鼠的身份 來提出這個創意 像我之前 有一個臉書案說 我們在民間都可以 一小時一小時的請假 那這個對於要照顧家裡啊等等 非常的方便 但是當時的拆請系統 它其實不是人事行政總署 或考試院的真正什麼法律 完全沒有法律為結 它就是一個命令 一個解釋 一個系統為結 去說你一定只能半天半天的請假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道理 所以就有人連署 那連署之後 就這個非常多人響應 但每個人都是筆名 每個人都是匿名 就都不是用證明來響應 但是等到最後考試院 真的通過了 我們現在都可以 每個小時請假了 那一開始的那位馬力蘇 那位提案人 就跑到我臉書上面 這次是用證明了 然後說他 他是哪裡的公務人員 很高興這個提案通過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讓這些創意 有一個比較公開的可以討論 但是又不會犧牲大家的 匿名型的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覺得就可以讓 國務體系裡面的創意 更容易實現 但縱使沒有實現 至少每間的朋友 知道存在這些創新 那也可以再把這些創新 發展廣大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那有三個我們會說 請問社會公務人員 以社會創新的方式 來規劃 或者是配合執行業務的時候 當務最需要注意的原則 有哪些 這其實有標準答案 就是政府數位服務指引 GDSG 那如果稍微找一下的話 就可以找到 全部的這個 guidelines 那在這裡面 有一個 這幾個當然都非常重要 但是我覺得 所謂的就是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思考 這個是可能是一點最重要的 使用者為中心思考的意思就是說 盡量不要有一種 好像你設計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套系統 對你自己可以省力氣 或者是讓你可以感覺 比較安全 比較安心 但是呢 它卻會需要你的使用者 花更多的力氣 那或者讓他更多安心 那這個情況 大概就會變成是 我們所謂的城的 外路化的情況 那在中央尤其很容易 不小心設計出這種系統 就是看起來好像是 就是讓很多人很省力 讓一些人比較安心的系統 但是實際上 到了地方的時候 因為這套系統 沒有辦法完全取代 舊油的那一套系統 不管舊油是 數位的還是紙本的 那所以就變成是 第一線的人員 它變成要爆肝 因為它 例外的情況 要用舊的系統 它有一些情況 可以用新的系統 那這個也沒有銜接 那所以就變成是 看起來有使用者的力氣 就是人民的力氣 但是真正的使用者 就是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反而是要爆肝的情況 那這種爆肝的系統 多幾個之後 那它本來的服務的品質 就會下降 那品質一下降 所有人都非常的不操心 那所以看起來是 省力的系統 但事實上是 就是會爆炸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以使用者為中間 只得使用者 特別需要包含 第一線的公務的同仁 那我們在很多 就是退數位轉型的時候 也是要看機緣 那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疫情是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數位轉型的動力 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出門 到同一個辦公室 所以不得不參照數位轉型 那但是在台灣 比較沒有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封城 而且就算是那種分艙分流 也是持續了兩個月 最多三個月左右 所以我們並沒有參照數位轉型 我和自己這五年最大的一個 數位轉型的契機 除了COVID之外 應該就是公共行政替代儀的退場 因為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有很多這種萬能的這種替代儀 會去做到很多 本來應該要自動化 但因為他們實際是太萬能了 所以就什麼都交給他們做的 這種事情 我舉例 像說之前替代儀快退場的那一年 我有看到一批採購的單子 應該是法務部 因為司法院的不會到我手上 所以應該是法務部 就是他們要買很多 就是非常高輸出量的那種批次掃描機 就是一次可以買很多的書 捐證什麼東西 全部都掃成文字檔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們沒事要買這個 那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他們在跟司法院去做公文交換的時候 就捐證交換 行事捐證交換的時候 只有值本才是正本 那數位的就是電子本 不配當作正本 可是確實很雕鬼 因為這個值本 事實上是他們的電子檔材剛印出來的 所以事實上是完全沒有意義 就是你印了之後 人家也是掃回去 變成電子檔 所以兩邊都是電子檔 但中間一定要經過一張網址 那可是有的時候過去 你還要緊急 就是你這邊還來不及掃描完 所以你一會整送過去的時候 要自己再把它剛印出來的那個 再調回來自己再掃 中間他們加過來的部分 所以到最後就是一份檔案 變成要被掃三次 然後到最後大家 運作還是用電子檔的這個情況 那就是因為本來就是中間的這些摩擦力 都是替代液在吸收 那所以大家就沒有感覺到 那後來替代液要退場了 那所以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買一些高速掃描器這樣子 那真正問題應該是 但是電子檔總是應該可以交換吧 應該不是說 我們這個要一堆人 平民地在那邊掃描東西這樣 那所以後來也吸引了這個契機 所以才跟司法院 就是開始試辦 那試辦應該是從新北開始 但是慢慢的到現在應該是到最高法院 他們都已經完成 就是全數位的捲證交換 所以每一次就是這種 比較萬能的替代液 稍微退場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某些地方是非常非常非人力的 那這些都非人力的衣服出來 那當然公務 我們都已經快爆乾了 當然不可能 專門去顧那一台地表機 或者是營運機 所以如果你是採購 或者是你是業務單位的就是課長或以上的話 每次看到類似這種形狀的東西的時候 它就是屬於轉型最好的機會 因為你不會威脅到任何人 那替代液其實也會感謝你 如果你還有一些替代液的話 那而且對於大家來講 這個是立即可見 就是接下來下一分鐘 下一天 立刻就可以省到一些時間 那你省的時間 又可以再去規劃新的數位轉型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依實用者為重心 它不是一個很抽象的 它就是在每天的工作裡面去看說 我自己、我的同事、我的上山 有沒有那些他需要重複做的事情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有沒有一些非常簡單的方法 能夠把它自動化的處理掉 那這個累積多了 大家對於數位轉型 就會變得比較信任 那不然的話聽到數位轉型 感覺就是 又是新系統 新系統又加重我們的負擔 這樣子 所以就是從小做起 那從自己第一線的公務員 當作第一批的使用者做起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好 好 因為這個小樣乖乖 所以死留得比較多字 他說 突然得知我要來參加 唐正文的演講 立刻請問我要代理 我歡迎抵抗老婆 更讓人我覺得很幽默 這個說法也讓我們知道 唐正文所設計的方案 接近人先讓人覺得被您動作 我好像被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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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 您都透過哪些方式 來瞭解民眾的需求 而且怎麼樣抓大法相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對了 還有有關看過您的文章 時間管理組合法 番茄時鐘還有觀看 很受用 謝謝您 謝謝 當然番茄鐘真的是很好用 我用了非常久 以至於到現在 就是我不用特地看時間 我就會知道 快要接近整點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每一次半點鐘 整點鐘快要到了 我看到腦裡就會有一個 虛擬番茄鐘 就是慢慢的這樣子 開始作響 所以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不會被打擾 我每半個小時 每半個小時 才看一次即時訓期 所以從我的同事的角度來看 我是會會的 但是半個小時才會會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就不會專注在一件事情 被打斷 打斷之後 當然我可以那件事處理好 但是我本來在處理事情 就忘掉了 而且尤其因為我是在群組裡面 相信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每個人都在等 那個想得最慢的 或打字最慢的 那位的朋友 因為他可能就是 想一句打一句 想一句打一句 那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然後整整完成他的思路 Email的話 他是會全部寫完 才安送出來 都會麻煩大家 但是即時通訊的話 則不是這樣子 很多人就是一面想一面輸入 一面想一面輸入 配置都比較幸福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每半小時 回來看 那基本上我看到 就好像一封一封的Email 一樣就是都已經 批字的已經想完了想清楚了 那這個情況下 就比較不會浪費到大家的時間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了解比重需求 或者是說大方向 並不是很抽象的 而是直接在滑路上面去看 或者是實際走進實際的使用者那邊 然後去看說他們痛點在哪裡 就是到底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醒你來嘛 就是你覺得不舒服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你更舒服一些 那只要透過比較系統的方式 這樣子去問到最後總是可以收到 一些比較好的想法 那最簡單來講就是 不怕去告訴大家說 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但是就是 人家他就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他只要提出具體的建議 可能下個禮拜或甚至明天 立刻就會變成政策的一部分 那這兩個事是缺一不可的 因為如果人家覺得說 你是什麼大神還是什麼大臣 就是什麼都會什麼都懂 那其實大家就不會花力氣來幫你想啊 那但是反過來講 我們如果說 其實你不是幫我想啊 你是幫所有 跟你在同樣的狀況的鑰匙 跟你在同樣狀況的 負責市他站的朋友 跟同樣狀況的 這些第一線的公務人員等等 就是你一提出來 立刻就可以 評估評估完之後 可能下個禮拜就試做的話 那每個人才會有 就是提出新的想法的這種動力 所以一個feedback cycle 就是多久回應一次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就是為什麼連署平台 就是每個階段的回憶 一定要有一個時間表的關係 也是相同的 或者我一開始在slido 開啟的時候 我一定會說 那我不會講別的 我一定會以大家投票最高票的來講 那除了是說有拘束力嘛 就是大家的投票對我有拘束力 那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所以一旦空間被營造成這個樣子 大概大家就是創意就會比較原忍不缺 那就比較不需要說 這個我要一定自己要了解這種需求 而是大家透過這種 所謂的crowdsourcing 就是群眾外包的方式 大家彼此按讚 彼此推文等等 那最有道理的論點就自然會浮出來 像我們連署平台 每個連署按 它底下都會有兩欄嘛 就是支持它的論點 跟不太支持它的論點 但這兩個論點就像slido一樣 沒有辦法彼此回覆 所以是不會吵起來 你只能按讚按不讚而已 那所以每次就是連署到一個階段 我只要回去看 然後看它在第一頁的就是 排序最高的支持論點 跟排序最高的不支持論點 那稍微列出來 稍微分析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關於這件事情 接下來科興的方案 大概要顧慮到哪些 戀愛關係的立場 也比較容易 比較全面的思考 比較不會受 一下就被自己的生活習慣 或使用習慣帶著走 希望得到這個問題 三朋友想問說 武衛券的數位綁定 利益雖然良好 好像要減少接觸感染 或將其製作成本等等 但資本武衛券仍然是主流 確實已經超過了 好像是四分之三 是資本武衛券 那在店家消費 或地方消費券的資本利多 當然是大於數位綁定 除非你平常是賣電商 如果你的消費習慣是電商的 那資本券不但不適用 而且大部分電商的家 都是放在數位上 但這位朋友可能 本身不是很常買電商 所以他感覺好像是 變相懲罰 數位綁定的人 所以未來如果還有 類似的振興措施的話 是不是還有減透的空間 我覺得這次的主要 大家會覺得好像 變相懲罰等等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可以刷電商這件事情 並不普及 我很多的朋友都 到現在還覺得 還以為說 電商是被排除的 那但是 這為什麼是因為 我們去年 花了很多力氣去獎 電商不能少 然後只有某一些 特定的小農 筆布工廠等等 可以少 那我到這幾天都還看到 很多人在問說 那但是我想要捐款 給社福團體啊 但是我綁了數位 信用卡怎麼辦 那事實上就是你直接 信用卡捐款就可以了 因為今年有電商 所以就是 雙卡捐款也算一種電商 只要他是本國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大部分說 被賠償審討 很可能都是沒有了解到說 就算是你綁的是真的 就比較少店家的 像Talantay這樣子 但是其實像我自己 賣電商槍 有一個五倍圈船 取有責商行 就是專門做 我剛剛講 其實也有社會目的的 電商叫PC Home 那PC Home其實說到 台灣賠償很方便 所以我的五倍圈 就是跑去PC Home 然後買有責商行 裡面的就是在地的 社會創新事業 等等的這些產品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 是說明上面的問題 而說明上面的問題 很可能又是因為 我們去年往反方向說明 所以今年你要就是 Cancel 掉我們去年的說明 再告訴大家 說電商其實很方便 好好用 那這個確實要 投入額外的成本 這個是真的 那但是如果明年還有的話 那或者說 甚至這種東西制度化 最後變成什麼 無條件基本收益 那就是如果最後這個東西 變成制度化的話 那我想大家 無論如何還是會習慣 電商這件事情 那大家也會知道說 那我如果平常就是沒有 電商的習慣的話 那我就去領資本 整套五倍圈的想法 都是建立在像剛剛那樣子的 數位包容的概念裡面 就是我們並沒有要強迫 沒有電商消費習慣的人 去用數位的綁定 那他們領資本 我覺得我們就想盡辦法 讓資本的預定 不要當機 不要塞車嘛 然後想辦法讓 就是網邊理想敵人那邊 他就是不需要這個等很久 他就可以拿到等等 那所以這部分 我們也是花了相當多的力氣 所以我覺得兩個病情 在台灣應該是最好的 那但是病情之前 要充分的說明 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那也很謝謝這個提問的朋友提醒我 有四人朋友問問說 未來離開公布呢 鄭文最想做什麼事情 那鄭文在公布呢 最有成就的感覺最氣餒 最感到無力的事情是什麼 我想 我並沒有那種感覺 覺得好像說 我現在就是進入公布門 我還是覺得 我是在公布門跟民間 或者跟國際中間 我常打一個比喻說 是那個拉格朗日點 就是可能地球跟月球中間 有兩三個點 它的引力場 既不會被地球抓過去 也會被月球抓過去 然後可以再完全 就是懸浮的這種狀況 那很多的那種通訊衛星啊 什麼大概都是 或者港湾啊 什麼都會設置在那個地方 那那個意思就是說 我既不會被抓到政府這邊去 變成好像是護航啊 什麼的 那也不會完全被抓到 民間的這個社群那邊去 不會我也變成這個抗議啊 示威啊都不會 而是說在這兩個中間 想辦法說 這邊有些需求 那這邊也有一些需求嘛 那我們有沒有一些方法 透過創新找到 能夠照顧到彼此需求的這種方式 那這個也是 也是我來做的事情 那我在2014年底 其實就是以 行政院的 就是當時 參與理政委員的專案顧問的身份 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 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 雖然當時還不是佛炭 所以 我也是有點那種 見習生轉正的那種味道 因為我現在辦公室 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同一個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不會特別覺得 我是本來不是工部門 現在是工部門 未來會離開 我覺得 我就是一直在這樣子一個 類似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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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但就算不當成委員 那我還是非常願意 繼續當所謂工部的工部 就是 繼續可能是以民間的身份 然後還是協助找到這樣子 一種就是 多贏的 就是工部門的解決方式 那最氣餒 最感到無力的事情 其實會氣餒 就表示你 就是心裡很著急 就是說你想要看到什麼東西 短時間發生 才會感到氣餒 才會作證 就是那並不是因為 那件事情本身 而是因為你 你給他設定了一個 或者是設定了一個 我們說輕重緩急 就是說那件事情 重要或者不重要 先不管 你覺得那件事情 是不能緩的 是一件急事 這個時候才會感到氣餒 那但是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所有的急事 都是 立刻可以解決的 我才會感覺到是急事 好比想說 如果就是通音換掉 麥克風突然沒聲音 什麼之類的 這種我才會有一種 比較著急的感覺 不過呢 這種通常都是換個麥克風 換一個電腦 立刻就可以解決 所以我突然間又沒事了 但是只要你這個scope 稍微長一點點的 好比想說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事情可以預估流量 為什麼今天登記疫苗 還是顯示等12分鐘 而且是先等3分鐘 再等5分鐘 再等12分鐘 然後慢慢再回來 當然最後還是有排到 但是我為什麼不能實現預測流量 像這種東西 我就不會覺得它立刻要解決 我就會覺得說 我們每一次 就是像今天 明天10點 明天下午 我會設定一些milestone 那每一次能夠解決到某個程度 某個程度 某個程度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我急著想要解決 那大概都會是一些很糟糕的解決方案 這些問題之所以不存在 就好像說 這個如果連假 什麼舞蹈會會讀 那是大家看得到的問題 但如果它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它怎麼就被解決了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問題 大概都是因為它後面 有一些結構型的 沒有辦法簡單解決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又是在日本部 我如果自己一拍腦袋手 這件事情就是某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那通常都會造成災難 所以這種事 我大概就不會著急說 它一定要今天解決 相反的我會說 那我們就跟這個問題 所以多相處一陣子 那每一次解決到一個程度 每次解決到一個程度 然後每次再回過來檢討 回過來檢討 讚 那所以這樣子大概就不會看到氣餒 而且真的每次狀況都好一點 所以就也不會有那種無力的那種感覺 那因為這邊有一個很具體的案例 所以我這個不好意思跳一下 就是關於流量是不是事前預估的這件事情 流量確實是事前預估的 我們用這個Cloud Flayer 當作分流的後台的每一個 專案包含這個 我們看 依序是1955到GLV 就是大家在劳寶局知道可以發 這種疏困4.0 微福補1957 那這個勞工股評論詞 那個是部分時間公使 一萬塊的補貼 國教術是海中家庭防疫補貼 就是家裡有小孩的那個 每一個小孩可以領一萬 但是不是給小孩是給父母 那然後這個接下來是1922 然後給我五千 那每一個其實都有非常詳細的分析 來告訴大家說 就是有多少流量 然後我們在最近24小時之內的這個尖峰 大概有多少的次數 就是人啊 就是400萬 真的還蠻多的 然後在某一個尖峰 他可能就是幾十萬這樣子 然後每次大概也都可以去估計說 他跟平時的差別 那也可以去量說 他在最近七天 最近三十天等等 每一個峰值大概是多少 所以確實就是這個問題 問的是說 我們事前 是不是總是可以知道說 八九不離十大概有多少人會來 確實我們事前 每次參考 每一輪實際上來的人 那不但就是 他是怎麼樣過來的等等 這些都會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這邊 就是為什麼要等呢 就是因為 他的後台 這邊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到說 因為他隨時同時 就只有十八萬人可以來使用 那而且一分鐘就只有十五萬人可以進來 那每個人呢 我們預測他會用三分鐘 他三分鐘如果都沒有任何動作的話 那他就把排隊的這個機會讓給別人 所以如果你排隊的時間就是越來越久 那就表示你前面的人花了超過三分鐘 前面人為什麼會花超過三分鐘呢 通常都是因為他的那個行鎮區 不知道為什麼量能不足 然後就隔滿了 所以他只好跨區 或者跨限時 這個就會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有很多 包含就是分期分流的方法 或者是去這個地方政府 去預先規劃那個量能的方法等等 才能夠在源頭來解決這件事情 那如果大家大概都是三分鐘可以處理的話 那其實剛剛那個一個spype大概可能是六十萬七十萬左右 那理論上這邊稍微處理一下 就可以知道大概十分鐘之內 就會一波一波波過去 大概就會處理完 大概二十分鐘就會做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處理的 其實就有點像是 就是在廉價步到什麼這裡 要事前先做好那個角度規劃的時候 那你上來要多快就可以讓你導引到你實際要去的那個地方 或者是再去規劃其他的體態到的路線 那同樣就是一個溝通的問題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是不是這一期的 因為像剛剛那個五百多萬人 不可能都是這一期 這一次根本就沒有五百多萬人 這次只有113萬人 所以就表示說這裡面有四百多萬 他是進來然後試著登錄 發現他不是這一期 然後就錯標了 所以這些朋友們 就是我們現在的工作 就是要確保說他們來之前 先透過事前的資格查詢等等的方法 來確保說他們知道其實還沒有得到他們 或者是說我們把簡訊的寄送 我們現在就已經提到實際預約的前一天 那不會說他預約當天 他看不到簡訊等不到簡訊 就實際上來摔摔看 而是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訊息 是說如果你前一天沒有收到簡訊 那你就前一天來查詢 那就不會記在就是10點的那個高峰 那這個新的做法 因為上一次才應該是這樣子做 所以仍然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這個做法 但是等到大家比較熟悉 就是如果前一天沒有收到簡訊 前一天就可以來看 是不是符合這個資格的話 那剛剛那個500多萬就可以減半 大概到200多萬左右 200多萬左右 那實際100多萬的人是符合資格的 那這個就還在我們可以處理的範圍裡面 所以目前我們的工作就是在 盡可能讓人就是習慣先收簡訊 跟在資格查詢這邊來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每一期大概都有一些新的做法 每個新的做法 大概也都可以再降一些 就是負載 那從這樣子的角度看起來 也許明天到明天下午 那慢慢大家熟悉這樣一套之後 我想那個負載會慢慢自動降下來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有斯文特問說 請問之前聽說 您可以在睡眠時間消化 吸收白天所閱讀的書本文章 而且轉化成知識 是不是真的如果做到 每個時間有限 如果學到這一招的話 就是多出一些時間可以應用 這是真的 但是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就是我並不是過目不忘 其實我沒有那種圖形式的記憶 我能夠做的就是在睡前 快睡著的時候 看一篇長篇的文章或一本書 然後快速地去翻閱它 那我在腦裡不發出聲音 我腦裡如果不發出聲音 我自然也不會去打斷作折 就是因為我們很容易一看書 然後就冒起自己的判斷嘛 自己的判斷一出現就翻不到下一頁了 因為就卡在這一頁 因為我從小就是很習慣這種不下判斷的狀況 所以我就是直接讓這些視覺印象在我面前這樣子畫過去 像我前天睡前看的就是關於 大家可能有看過一個英國的一個做 Consciousness Science 就是到底什麼是意識的一個科學家 所以我就找了他的文章啊他的書啊等等 然後就在學醒快速地翻過去 然後但是我醒來的時候 我也只記得一些關鍵詞啊 包含說 他說這個所謂的 Hallucination is control is out of control perception Perception 是 control hallucination 然後什麼它不只是 controlled Hallucination 還是 controlling hallucination 等等 所以我醒來的時候就只記得一些基本的關鍵詞 但是因為我看的是電子數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全文件的鎖 所以我腦裡面有這些關鍵詞記 它們中間大概的關聯的時候 我醒來如果想要調動這些知識的話 那我只要去打這些字 我就可以回到它的演講 或者是它的論文 或者是等等 因為都有竹子嘛 那我只要用基本的搜尋 就可以回到這些地方 所以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問我們不忘 因為如果你在視訊問我們一個問題 我可以真的好像我看完的專輸書 一樣回答你 但其實我只是記得這些關鍵詞 中間的一些關係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不是 如果你是要考試的話 這可能不是很好用 除非你是open book 的考試 可以用全文件詞 這比較適合的是說 你在接觸一個比較陌生的領域 或者是說你要一下子比較 中間的了解某個新的議題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不帶判斷的 把各種不同的講法都看過 確實是可以幫助 更廣泛的了解這個議題 而不是一下子就陷入 某種多年的看法裡面 所以我想只是說 這個第一個並沒有很神奇 而且第二個它能夠適用的東西 其實是有限的 尤其如果你想要欣賞小說啊 這個戲劇詩歌什麼的 那這個更是完全不適用 因為它的目的就是要 你在腦裡發出聲音 所以腦裡發出聲音去閱讀 去把劇本第一幕第二幕的角色 差不多記起來 這個是沒有意義 因為它是要欣賞 然後才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它對於文學類的 大概也不一定那麼適用 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好 那有斯文特們問說 高中的孩子很想搜尋 證為了簽名鼓勵 能不能夠利用數位科技達成嗎 可以啊 你如果到Flickr上面找我的相簿的話 我叫奧具體驗 AUDNR EYC 你就會看到我的英文簽名 跟中文簽名都已經拋棄著作權了 放在我的Flickr相簿上面 所以如果他需要簽名鼓勵的話 他直接到Flickr上面印出我CC0 拋棄著作權的簽名 他就可以受到鼓勵 那這樣子 就是可以透過數位的科技來達成 不過如果Deggr就是你需要一個類比的簽名 他我也很樂意簽名 希望我得到這個問題 有三位朋友問說 請問政府推動民生公務聯網 今天是不是已經累積足夠的資訊了 是不是有小組印象深刻的應用成果 那無法醫學專案要怎麼樣子推廠 當然有非常多故事可以講 地學空災都有非常多的資料 那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商科事件部吧 就是它是之前那個子報在哪裡的那個作成 然後去把空污視覺化 空氣品質視覺化 就是所謂子報就是PM2.5的那個量 超過某個標準 那所以他就可以去帶來很多 就是一般人都可以討論空氣污染這件事情 所以他跟民間的運動等等都非常容易結合 那他等於就把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能夠看過去的哪一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此空氣品質怎麼樣 或至少沒有辦法因此 然後空氣品質怎麼樣 那這些說明讓大家很容易的分享 因為以前就是只有氣象預報 或氣象局一些網頁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分享當下的 但是很難去分享一個完整的故事 那下的時間部就是把這個去套用到就是水 不管是驗水啊或者是水的品質啊或怎麼樣 那他們也就有類似空氣盒子一樣的叫做水盒子的這個做法 那目前這個團隊就是同樣下的時間部 資保在哪裡等等的這些朋友 所謂的LASS社群 那也正在就是跟衛生公共互聯網 等於是說變成他的資料提供者 那這是讓我特別高興的 因為這裡面不是說所謂累積足夠資訊 不是說我們說了算 或者廣告書說了算 應該是實際在用這些資料的人說了算 那如果他們覺得哪裡有空缺的話 也不一定是要等我們去採購新的設備 他們自己身上也有很多設備 就可以直接裝在那個當地 然後去幫他把這個拼圖拼得更完整 所以他們這次在索洛美歷克索洛提案 就是去找了應該是頭前溪吧 就是摸一條溪 那他去跟著這個那一滴水 就是從水的源頭然後一路到就是出海口 那中間經過了什麼他的水質他的水量 他跟旁邊的農地的互動啊等等等等 那他這邊只要有稍微缺漏的部分 他們自己就用公民科技的力量去把它補上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不可能禁止他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每次都像那個空缺盒子一樣 就只能以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這個方式啊 就是去問說 那好他們自己做到這個程度 那我們可以幫忙怎麼樣校準 可以怎麼樣確保說他們需要的開放資料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更容易的釋出 那到現在他們跟學藝術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智力平台 就是會定期的開會 就是民間來扣的會 那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整個open data 變成大家容易理解的變大 就是人事討論的這個材料 我覺得非常的有幫助喔 那因為他們都是open source 就是全部的東西都是開放的 所以無環野區的專案並沒有退場的問題 無環野區的專案就是放在那裡 那等到下一個有需要使用這個專案的人來 那再把它帶往另外一個不同的方向 那這個也是一個蠻新的想像 就是說所有的關於智慧財產權 以前一定要請個商標啊 請個專利啊什麼之類 都不是在這邊適用 因為大家都是我的公民目的嘛 所以我在一開始 像我自己做蒙典 做教育部的詞典的視覺化 這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我不主張任何著作權 那所有的著作權都是本來教育部的 但是我幫忙教育部去整合的這些城市 我全部都拋棄掉所有著作權 就跟我簽名單一樣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任何人想要把它變成是 台語的或者是客家化的 或者阿美族的 或隨便什麼的 他就不需要問過我 然後就可以很自由地去 帶上他們創作的這個方向 所以沒有退場的問題 反而是所謂Exit to Community 就是它是出廠的 這個出廠是整個社區 把它接下來這樣子來出廠 希望能回答到這個問題 這之後我們問說 請教政委教育部的人力資源系統 大概每隔兩年到三年都會依據政府 採購法重新進行招標 但是每更換一次簽約的廠商 全國各個學校的人士是又要重新揮入資料 非常的消耗人力跟時間 無意義地來加重全國各校的時間的負擔 各位請教政委 怎麼建議教育部進行改善 來落實行政流程簡化跟電子化政府的目標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定好一個 所謂的開放的API OpenAPI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每次有一個新的系統的時候 它跟舊的系統 勢必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容 所以通常都是我們的這些第一線的使用者 不是以使用者為中心 是以系統為中心 使用者為衛星 隨便繞著那個新的系統來轉 所以它需要什麼新的欄位 或者需要什麼新的資料等等 那等於它的資料品質不好的部分 不是它跟舊的系統去握旋 而是說變成是我們第一線的這些使用者 要去幫這個新的系統去補上 舊的系統資料品質不好的部分 那這個是傳統大概都是這樣子在安排的 那我們在推所謂的OpenAPI的採購的時候 我們用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你網舊的系統採購了這個承辦 這個甲方 它隨時都可以在它的採購合約 或是它的採購合約的增補那邊 去修正這個合約 去購一個說 只要是人能夠看得到的 人能夠輸入的 那你都必須要讓機器人也可以看得懂 也能夠輸入 就是所謂的OpenAPI 我們的那一段文字是照朝 無障礙同樣設計的那一段文字 大家可能知道說 如果你的廠商沒有辦法做出 讓市場者可以用 它其實是市場者 那它會被Disqualified 就是它以後就大概不需要再接工問的標案 因為它不專業 或者是說它說它要收你幾倍的錢 才能夠讓市場者可以用 那它也可能會被Disqualified 因為它不專業 它事實上就是必須要免費 或幾乎免費的 當然可能是有點抱怨的 就能夠完成無障礙的標章 那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說 如果你是假房 而你要求就是 現在正在做這個 不是只是給人用 而是機器人也可以用 的話 那它同樣不能收你 我愛的太多錢 而且它同樣也不能拒絕 那這個情況 只要這個舊的系統廠商 願意去做 這樣子一個OpenAPI的工作 它不是願意 舊的後端的責任 然後它再慢慢慢慢的去把這個 舊的後端 改成它所使用的前端 或者它就一直不改 就會變成新的這個廠商 廠商是一些新創 它專注的做前端 然後這個本來的廠商 它專注的做後端 那這個就比較不會有時候 重新進行招標 然後導致後端跟前端 因為都綁在同樣的廠商 需要做 所以每次就是前端後端要一起改 一起改的時候 那就會變成使用者為衛星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教育部現在也多少開始了解 他們茲克斯這些 我也跟他們聊過一些 就是可以做一個所謂的shadow team 就是說本來的舊的後端廠商 還在的時候 那先找一些比較擅長前端 那女看後端的一些人 他可能以無聞或怎麼樣的身份 那去了解到這個後端是怎麼運作的 因為你如果不了解 你沒有辦法重構它 那但是這個時候 這個表案就不需要很大 還是大部分是舊的這個微韻的表案 還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等到新的這些 能夠它翻譯成Open API的這種 設計文件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你再去找新的廠商進來 不一定是中間的這一組人 自己變成新的廠商 是它去協助就是它 跟新的廠商的限界 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那你無所知 教育部已經在一些 就是最近的一些 就是系統裡面 已經開始有想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未來就是關於人力資源系統等等 那我想下次我如果見到茲克斯的話 那我也會再討論一下說 那類似這樣的方式有沒有 也可能用在原理系統上面 有三個問問說 首長想要把很多業務的數位化 但對於承辦來講說 現有的工具可以拼應基本的需求 推動數位化時增加了我的壓力 或者首長想要數位化的領域 跟承辦人的priority優先順序是不一樣的 或者因為受限機關的預算 沒有辦法製作出首長想要的華麗的數位版本 導致有做百公百花錢的感受 請問政委對這樣在推動數位化上級跟下級的認知的落差 有什麼樣的建議 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態樣 那其實我們當時做政府數位服務指引的時候 大概就是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使用者回中心的意思就是說 首長想像的那個華麗的版本 很多時候他自己並不是主要的使用者 碳排來講就是是什麼別人是單位主要的使用者 所以與其首長自己去猜測那個別人怎麼樣 不如說我們先開一個真的可能9萬9千塊以內 就可以隨時可以開的那種標案 那去做所謂的先期的探索 去做使用者的旅程 去做就是他互相對話這樣 那這些而且你可以並行的同時做好情感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才真正不管是首長還是第一線成白人 了解到身份的需求在哪裡 這個就是前面可能有分享 就是我們會請一些不一定寫程式 而是設計專業的這些學生們 那他們其實也沒有花很久啊 就是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他透過類似見習的這種方式去訪談 然後去確立使用者的需求 而且做出一個想像中的最華麗的 但是還沒有寫出程式來的那個新的前段 在這個新的前段出現的時候 你跟首長就有一個對話的很具體的對話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繞著這樣子做出來的mark and up 就是一個虛擬的新的華麗的前段的版本 然後去述這個到底跟就是 承判人看起來的事的重要事情 到底有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有些除非你真的在那個情況 像之前我在文章裡面有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應該是台北的那個公托嘛 他們要去約公托的那個系統 那除非你是實際的使用者 不然很難了解到能夠從頭到尾用單手 就能夠操作全部的介面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另外一隻手要抱小孩 或者是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因為是transactional 就是他要在短時間之面去 去了解一件事情去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他如果要放下來 要回到電腦前面 或一定要求他用桌機或怎麼樣 那其實是完全就是對他非常不友善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平常用桌機習慣了的長官的話 其實根本感覺不到這件事情 你平常就是用桌機 而且桌機都服务讀卡機 有些公務電腦之類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再自然也沒有了 不會想像到時候 他根本不可能讀卡 而且只有一隻手的那個情境 但是因為我們的就是見習神 花了兩個月 把這個情境很完整的描繪出來 那所以實際他的舉出手掌等等 你一來看這個demo 他立刻就懂了 而且也覺得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那你如果是承擔人的話 你跟他溝通就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成本 因為你不需要再去證明這件事情重要 他經過先期的探索 經過跟這些神的對話 那他已經證明了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不解決這個 那你加載多功能 其實大家都不會去用等等 那就比較不會做白公白花錢 所以我具體建議 就是說我們現在 在律政套訪法論 如果到國法會的那個webguide的那個網站的話 他有一個就是讓你在實際規劃 你看看像是這個 對實際規劃任何這樣子的資訊狀態之前 要怎麼樣子 就是先去透過就是服務設計的方式去規劃 然後才能夠符合政府數位服務指引的這種要求 然後在這裡面也有很多就是具體的checklist 你只要用這些checklist 大概就可以就是完成所謂的UCD 就是使用這種設計的過程 那也有免費的電話可以打 應該有吧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邊有一些具體的案例 然後也有就是 如果你要拿某一個服務來摸到來試試看的話 那明年也都有工作坊 那其實我們的這些建議生 就是搭配著願意加入這個工作坊的地方政府 也有一些中央機關去進行他們的刑期的探索等對話 所以不是說一定要用RAID這個服務 但是用類似RAID這樣子的方式去把限期的需求先凝聚起來 就比較不會有就是百公百花錢的情況 那也比較容易就是跟首長溝通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有一個人問說 請問這晚公務門的人事資料 是不是有機會用區塊鏈的方式來儲存或者是來轉換 當然要看你要做什麼 區塊鏈它的特性就是有許多個不同的資料的寫入方 而且每一個都不是很相信彼此 那所以他們只好就是相信我們會叫做公式演算法的東西 因為他們相信那個演算法多過他們也相信彼此 所以如果是在這個形狀 那也許分三十張的區塊鏈就開始有用 那但是就有點像說我們平常就是在用新台幣的場景 還是都不會用比特幣的場景一樣 為什麼因為我們大家都蠻相信 中央銀行也不會到 所以就是說如果實際上存在一個 大家信任他程度高過 信任一個隨便什麼分三十張的公式演算法的程度 的那樣的單位的話 那他就變成一個不勝的適合用區塊鏈的一個題目 區塊鏈就會變成是最多只是在這個人斷線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受信任單位突然不見的時候 他可以作為一個備份或者備員的或者是集合的這樣的一種機制 那但是如果他是在就是active的狀態 就是隨時都要使用的話 他幾乎都是要有某種信任的危機的時候 大家才會想到 他不像某個國家他錢幣正在飛 可以找中央銀行才在被集隊 可能跟美金沒有中央銀行 那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比特幣就會在那邊的使用率會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個是就是實際上目前的區塊鏈的狀態 所以這個問說能不能用區塊鏈方式儲存或轉換 那我就想到艾莎尼亞確實也有這樣子的概念 他叫書衛大使館 然後我們把他們的物證資料 一些基本的資料加密過之後 然後就分散式儲存在他們 在很多不同的國家的那種數位大使館的機房裡面 但是平常是不使用的 是他們滅國之後 所有人都流亡 然後他們就可以 因為就不管誰侵略他們 不可能同時侵略那麼多其他國家 所以他們就可以在那些國家的分散式儲存的 類似分散帳本裡面 重建出他們的就是國民的資料 大概這樣子 好 那我們是不是 這就是最後一題了嗎 我們要留一點時間做拍照啊 簽名啊等等這些活動 那我們接下來的問題 可能就變成大家討論一些題目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政委 以及團隊的精采的分享 那我們再次掌聲謝謝政委他們 我們可以繼續開放時間讓大家來開照 請大家把握時間 因為政委等一下